台北101大楼不久前仍是世界第一高楼 它是台湾的经济与稳定社会的象征 但成长终究必须付出代价 快速工业化与消费主义的副作用 以惊人的速度日积月累 台湾人民企图处理他们所制造出来的塑胶垃圾 每年有9万吨的塑胶瓶回收 多到足以填满三个台北101 或者环绕台湾一千多圈 塑胶是台湾不强的大工程 但现在已经是日益严重的问题 塑胶垃圾的数字 已经令岛上的领导者十分忧心 例如台北市长也正在寻找解决办法 建筑师与工程师的黄千志 因此现身 他坚信必定有真正的再生利用 他和他的团队将肩负起 以环保方式建造 及运行环升方舟的任务 但压力有时候能激发出灵感 他们有个想法 能将目标一网打尽 他们能否将台湾的废弃物 转换为对绿建筑的献礼 黄千志的灵感近在咫尺 我们打开了一个箱子 我们打开了我们的脚尽 这就是我们开始了 我们的工程师 爱喝酒的酒 而且这就是一个文化的文化 我们想想 我们可以把这个材料 把它变成用的问题 变成什么的东西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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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